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天甚至你没有办法进行工作 日常生活 而这时泡沫轴就可以解决这一系列的难题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 首先我给大家展示的是 使用泡沫轴放松你的腰背 首先把泡沫轴放到你的腰背号处 贴近你的臀部 双手后撑地 双腿自然向前用力向后 慢慢滚动 然后再来滚动一次 身体慢慢向后仰 看见了吗 这就是泡沫轴放松你的腰背部的工作 好了 大家首先要记住你的泡沫轴 一定要放在你的宽部后侧 身体保持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 双手后撑地 去进行转动的同时 你需要身体向后仰向上 让背部充分去挤压到这个泡沫轴 用力向下 虽然有点痛感 但是是正常的 下面展示的是使用泡沫轴放松你的肩背处 首先我们先把泡沫轴放到你的地面上 或者是垫子上 在你的泡沫轴碰到你的腰背处 双手抱头 俯身仰卧向上 我们向后 连续滚动 核心力量收紧一点 是你的身体处于一个半放松的一个状态 你的支点是你的脚面 脚掌踩出地面 靠腿部的肌肉 上下滚动 这主要是在肩背 在做这个的同时 一定要记住 你的一定要仰卧在向上 不要去成一个斜面 不要一个侧面 这样的话 你的背部的接触面 没有充分地与这个泡沫轴接触 下面一个动作 给大家展示的是 如何放松你的背处肌 大圆肌 很简单 我们把泡沫轴放到地面上 手臂 前身 侧卧 在你的泡沫轴处于腋下 前后滚动 左手撑顶 前后 这个动作泡沫轴的滚动 不需要滚动得很大 只需要很小的弧度 因为这块肌肉就很小 在背部只在肩带下 慢慢地去滚动 回来滚动 回来 记住一定要侧卧 不要斜下 也不要斜上 侧卧 使这个泡沫轴充分地与这块肌肉 去交恒 清楚 这就是我与大家分享的三个放松以背部的动作 很简单 还是一样 每个人的身体差异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进行放松的时间也有长有短 大概在40秒到一分钟左右 但是背部 但是背部 它的疼痛感比较强 有可能你在10秒钟20秒你就没有办法坚持下去 但是记住你要坚持到30秒以上 这样会是你的背部的线条更加的好看更加的明显 谢谢观看